畫面當中這間鐵皮工廠竄出大量的火煙 農煙相當的黑往遠處飄散 那麼消防隊除了在現場拉水線救火之外 從工廠逃出來的員工 消防隊在現場侵點人數 確定是不是全部都有疏散了 那麼其中有一名員工 在這個逃生的過程當中有輕微嗆傷 在救護車上準備要進行預防性的送醫 來聽聽消防隊的最新說明 這是台南永康中山北路一間車燈零件廠 在今天下午4點左右發生了火警 大概出動了22車70多名打火弟兄來搶救 現場第一時間是冒出滾滾的農煙 那麼消防隊到現場之後除了灑水降溫之外 還包括了調度消防人車 從四面八方來噴水防護 防止火勢蔓延到隔壁的廠房 還有一旁的果園 那麼現在火勢是慢慢逐漸的控制下來 所幸員工都有安全的疏散 以上是目前來自南部的詳細資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